接下來這些畫面真的非常療癒 英國有一位藝術家在他的住家周圍 裝了上百個隱藏攝影機 捕捉相間野生動物的動態 並且把這些影像 透過網路直播放送到全世界 那麼其中最引人關注的 是一個貓頭鷹家族的生活 許多觀眾都說一看就上癮 剛出生不久的貓頭鷹寶寶 依偎著母親撒嬌 住在英國約克郡的藝術家富樂 透過網路直播 將住家附近古藏貓頭鷹 一家人的生活點滴 傳送到世界各地 每天吸引兩萬人上網收看 附了三年前在住家附近 裝設了上百具隱藏攝影機 專門捕捉野生動物的樣貌 這些動物直播畫面 在疫情封城期間特別受歡迎 日日貓頭鷹寶寶 第一次聽到打雷聲 害怕的後退好幾步 瞪著黑溜溜大眼 張望的可愛模樣 就吸引兩百四十萬人次的點閱率 隱迷來自美國 南韓荷蘭等地 富樂在Youtube的動物頻道 目前已經累積五十萬店戶 他表示他的觀眾就像看肥皂劇一樣欲罢不能 而且還有個好處是 不必等下一集推出 全天後二十四小時 都可以收看最新的即時畫面 故事新聞 周慧敏 很便宜